12月1号开始不管是本国籍还是外国籍旅客 着要入境台湾通通都得附上新冠肺炎的检验阴性证明 间接导致了月底的入境人数增加 30后一天的催诊人数就多达了24人 而且通通都是境外移入 案654 那虽然在机场有诚实语告 并没有依照我们原来对于确诊病人入境的一个相关时序来进入 除了4名本国籍确诊者其他20人都是引民籍移工 原来区货中心27号将集中检疫所939人全面裁检 一共验出23人有阳性反应 其中3名女性先在29号确诊 20人则是在30号确诊 这也是继3月23号26例确诊后 8个月以来确诊数最多的一次 更是整体疫情爆发后的第3多 它不管是在训练的场所的防疫措施 加上他们入境来提出来的阴性检验的报告 实在跟实在的情况真实的情况有所落差 所以我们决定对印尼来进来的部分 我们要严加的管制 面对印尼移工确诊连环报 指挥中心日前先暂缓8家印尼重检移工入境 30号又宣布12月4号到17号 不管有没有签证 核酸检验是否为阴性 一律暂缓印尼移工入境 以11月前两周来看 印尼籍移工一周平均有677人入境 暂停引进两周 预估将减少约1350人来台 为了因应这情况 长照2.0也可以多协助 印尼移工何时恢复引进 得是疫情状况 不过台湾印尼籍移工入境人数 共有7279人 其中涉服内就占了5437人 为了避免暂缓印尼籍移工入境 影响国人生活 除了可以使用长照2.0方案外 到期的移工合约 也可以协助展颜 加林委房间台报道 蔡政府 关中天 言论自由已死 新闻自由已死 请立刻订阅和按赞 分享开启小铃铛 中天电视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